最高院的前院长杨人寿先生 刚才要回应一个问题 就是在您结束之前 最高院的院长之前 销毁了很多的官说的 我们刚才的问题是 这些人是谁杨人院长回应吗 杨人院长请说 这个他们来讲 只有请说 你是不是可以交代下去 那么请这个法官依法办理 那么讲这样子 也许他们另外有一个意思也说不定 所以我从来就没有 把这样的一个 资料或者信息 就会把它交下去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有什么用呢 我讲出他们的名字出来 然后突然的增加这个社会的纷扰 袁佑远总 这个不是社会纷扰 这是社会的改革 这社会可能有机会往前迈一步 杨前院长您虽然是离开了最高院 您个人说 你没有在传递这种 被施压官说的压力 可是重点你若把这些人名字 你认为会造成社会纷扰 那就表示这些人权高位重 他不管是哪一种人物 都应该让社会知道 什么人真正把黑手 伸进这个法院里面 伸进这个独立审判的 即使有这样的意图 所谓attempt 就已经是不行了 而且在司法院针对 关说案件的公布作业 按照司法院的 所有的单行规条里面 非常清楚 杨院长 如果你能够为整个台湾司法 往前迈进这一小步 这不是社会的困扰 这是整个一个社会的 前进的可能 杨院长 李先生 他们只有讲说 请你转告 承办的法官 要依法处理 那么因为我们这边是保密婚案 我没有办法转过去 所以 因为这个你知道 这个婚案的 婚案法官跟婚案的司机官 是跟我隔绝的 我没有办法转过去 所以我就一直延遲拒绝 那么他们最后没有办法 他有的就这样子 就很信信然的就离开 有的人就把这个 要这个二审的这个判决的影印本 就放着 说你看看 看看有没有冤枉 我照样 我照样 就是把他放着 没有所谓 在我这个阶段里面 没有所谓说 他要再关说什么样的问题 只有说依法办理 请他们依法办理 我如果说 有可能把这个案 把这个他们讲的这个事情 如果把他信息转过去 就会变成关说 我们现在他谈的两件事情 没有把这个信息转下去 杨洁委员 我们现在谈的两件事情 您刚才谈的是 自己的操守跟坚持 这是非常好的 可是我们现在问的是 谁给你这一些接触的 施压的 你讲的三项 无论从第一项的 或者到第二项的 这个整个的二省的 这个资料到第三项 已经实质的关说 这些人是谁 杨前院长说吗 这个不会构成 我如果没有转下去的话 不会构成 但是杨前院长 杨前院长 对不起你刚刚讲的话 我们很难接受 你问你问 我不用问你 我其实讲几个逻辑很简单 不管你把关说 分成多少类 他们都曾经试图关说你 你有坚持 你没有接受关说很好 但是你居然没有 检举的勇气 这是第一个 让我觉得蛮难过的地方 第二个是 你能够保证 这一些来跟你接触的人 他们都没有试图 要去关说别人吗 对你来说 这些只是一个 关说未遂的案子 可对别人来讲 很可能是关说已遂 那是很重要的线索 你今天把线索全部都销毁掉了 叫我们如何知道说那些案件最后的下落是什么呢 最后我要提醒杨院长 您是高官 坦白说 以我们这些小人物都接触不到你 一般民众更是没有办法接触到你 一般民众接触不到你 可是有人接触得到你 有人可以看到你 有人可以跟你谈案子 虽然没有成功 但这些人可能可以去跟其他的罚官谈案子 而你没有勇气结局他们 这个不是有没有勇气的问题 请您不要这样 这个事实上 他们这个来了以后 那么因为我的 所以这个就是保密困难的一个好处 他们不会接触到法官 不会也不知道哪一个法官 分到哪一个案子 所以到我这边已经完全阻截掉了 不会发生你们所想象的问题 但是连尝试都不应该尝试的 这些人是谁 一般市警小民谁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这边台湾2300万 有多少人可以直接跟你 您去进行一个说法 打招呼或者进行官说的 这个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 你先跟你讲的完全正确 就是因为我阻截掉 所以台湾的人民 诉讼的人民 一律平等 不会发生到不平等的问题 会问先生有一句话 我简单讲就是说 好 没关系 这个其实是有标准作业程序的 不是院长说了算 接获官说的这相关东西的话 应该是送给阵风市 都在这边 那这都有相关处理 其实涛哥你可以从自由时报这个专访 包括刚刚杨院长提的部分 其实他已经在Q了 他前面这边就讲说 有关说信件跟资料 就是他刚刚讲什么 都在讲判决书 判决书我上网抓就好了 还要拿给院长看吗 后面这边还讲说 有权的人 就涛哥刚刚讲的重点 谁能够进最高法院 还要见到院长 还有立法院审查预算的人 这都杨仁壽自己讲的 我最后要跟杨院长报告 这样意犹未尽 明天你应该亲自上来 我们全部回避 你跟李涛一对一 讲清楚啊 不然涛哥这样子隔空 讲不清楚了 请杨院长亲自来 我觉得大家都很关心 除了林书豪 这个林书豪我不是很关心 但我很关心 杨院长提的这部分 这个事情啊 对不起 如果李先生有兴趣 我就会跟你继续讲 即使是那个 您夫人主持的节目 时间也可以跨过去啊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 人家如果说 在表面上或者怎么样说 请依法 请法官依法处理 那么这个事情对我来讲 我怎么能够说 你即使把他的名字讲出来 他明天也讲说 我只有请这个 你这个 请法官依法处理 也没有讲什么啊 所以这个效果是不大的啦 不不 这是人民会判断 不 这是第一个人民会判断 而且杨前院长进行官说 进行这种方式的应该是一些人 而且他都不止一次 这你不会否认吧 没有否认 所以没有否认的话民众就要晓得 这些人在法律上来讲就是官说的惯犯 这些惯犯不是一般人 这些惯犯都是有权势的人 而且他有权势 不让社会大众了解 他在背后里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杨前院长如果最后虽然您卸任 但是还想为司法改革 做一点的一个贡献的话 我想请杨前院长仔细的思考 我就是想说 为司法能够尽了一些心力 所以我才在这个卸任的制度中 那么做了这样子的这个表白 想说让这个保密负难 事实上它发挥了功能 杨前院长 黄创夏先生 不是 您一个问题是说 你在那个会议上讲什么是一回事 但是你把那些证据给销毁 而且那个证据是你自己讲的 你如果原来觉得没有问题 你会一件件边上日期 存档起来 你最后的销毁 跟你前面的一件件边上日期 你的逻辑和你的道德判断 是非判断 完全想反应 我们秘书是要申牵人 有人来找我官说 敢找我官说的位阶一定很高 那如果我不处理的话 他会不会跟主秘处理 秘密奉案 说秘密奉案不知道是骗人的 任何背靠只要上了法庭 怎么会不知道那法官是谁呢 报告杨前院长 今天我们因为节目的 你们到底是要哪一个人 讲话要我去答复呢 对不起 要答复就一个一个来 对不起 杨前院长 先乱不要啊 将茶水扎来 明天亲自来 让我请教一下 容许我就是说 今天因为我们时间 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那么杨前院长 可能刚才我们的问话 或者我个人的问话 跟杨前院长的答话 是两个问题 我问的不是杨前院长答复的 所以如果杨前院长 您觉得会对整个台湾司法 有一些贡献 那么是不是可以让社会大众了解 哪一些三头六倍的人 在过去经常重复的对您官说 让台湾知道这些人永远以后 不能在台湾人面前说一套做一套 这是杨前院长 这个向李先生做一个报告 不敢不敢 杨前院长因为我们没时间了 如果这个在我这边 如果已经这个某的鼻子回去了以后 大概原则上第二次不太会来了 杨前院长 杨前院长 杨前院长请您仔细斟酌一下 这个对台湾司法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虽然是一件你说几个人民 但是它可能是一大步 杨前院长审酌 明天我们的节目会继续跟您来沟通 也欢迎 也期盼杨前院长给社会大众 在司法改革上 教出一些明确的成绩 同时我明天也会让社会大众来了解 哪一些最高院的法官 是认为说总统 在这个杨前院长说 总统双手进入干扰了司法 那是哪一些法官在那边热烈鼓掌 我们这边明天我们再继续 也谢谢杨院长 明天如果可以回答社会人民这个问题 再回来新闻总会 谢谢杨前院长 明天我们希望您能回答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